昨日发布会现场被记者一通狂轰乱炸 询问出轨传闻的霍建华又现身了 这次呢是同任达华张鹤一起站台宣传电影真相禁区 然而无论什么活动啊 有霍建华的地方就势必会提起张欣宇 霍先生今天准备好回应一下了吗 昨天的盘部会都开受了这种活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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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谢谢 谢谢我的工作室回应过的 谢谢 谢谢 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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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谢谢 这听来听去 貌似也只有一句谢谢啊 你打死不说 咱们一些伙伴也不能放弃啊 接着问 这个事情不能说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一些东西都不能说的 希望大家都有关注真相禁区 对 这个就是讲真相的 看了真相禁区之后就有真相 得嘞 霍先生 这回答是应对了记者 又宣传了电影 着实高啊 而任达华老师也是不甘示弱 拼不过绯闻 拼语言 一上来就和戏中另外两位男神 双语问候起来 听听 任达华老师这语言秀的也是够精彩的呀 但打招呼问好算什么呀 能问出霍建华与昌新语的出轨内幕才是真厉害呀 戏中扮演侦探的人达华老师 真相到底是什么呀 又全一乐都有一颗八卦心 北京报道 昨日发布会现场被记者一通狂轰乱炸 询问出轨传闻的霍建华又现身了 这次呢是同任达华张鹤一起站台宣传电影 真相禁区 然而无论什么活动啊 有霍建华的地方就势必会提起张新语 霍先生今天准备好回应一下了吗 这听来听去貌似也只有一句谢谢啊 你打死不说 咱们一些伙伴也不能放弃啊 接着问 得嘞 霍先生 这回答是应对了记者 又宣传了电影 着实高啊 而任达华老师也是不甘示弱啊 拼不过绯闻 拼语言 一上来就和戏中另外两位男神 双语问候起来 听听 任达华老师这语言秀的也是够精彩的呀 但打招呼问候算什么呀 能问出霍建华与昌新语的出轨内幕才是真厉害呀 戏中扮演侦探的人达华老师 真相到底是什么呀 又全一乐 都有一颗八卦心 北京报道